最近《自然代谢》这份期刊上 登载了一篇关于葡萄籽提取物抗衰老的研究 参与的科学家主要来自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还有两位梅奥诊所跟巴克衰老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 这两位在衰老领域都是名气很大的 很多人对这个新闻都感兴趣 因为葡萄籽保健品简直太常见了 是不是说这种保健品的功效终于出现了有利的证据呢 这篇科技参考我们就来说说 葡萄籽提取物抗衰老的问题 首先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研究中的有效成分叫做PCCE 中文名是花青素CE 它是科学家从46种植物原料的大库中筛选出来的 这个库里都有什么呢 就是类似胡皮素、漆黄素、茶黄素 这些我们没有怎么听说过的东西 这次用到的PCCE 也并不是在海量的实验中自己提取出来的 而是直接购买来的 PCCE来自葡萄籽的提取物 但是请你注意葡萄籽的提取物这几个字 因为这里面的门道大了去了 我先把内容介绍完 再来跟你说说葡萄籽提取物的事 这组科学家是沿着之前抗衰老的成果继续往前走的 之前的研究发现 有两种主要的途径抗衰老 一种是通过抑制已经衰老的细胞分泌衰老相关的信号物质 另一种是通过直接清除掉已经衰老的细胞来抗衰老的 这就像清洁剂去污那样 为什么大家都对衰老细胞这么关注呢 衰老细胞是一类特殊细胞 它们原本是正常的 但是在受到了严重的DNA损伤或者端粒减少 氧化过度等等压力之后 就会处于一种不死也不活的僵尸形态 既不会执行自杀程序 让自己彻底分解之后成为原料供身体所用 又不会正常的生长跟分裂 而处于僵尸状的衰老细胞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 它们还会分泌很多信号物质 这些信号大都是有害的 会增加免疫系统的压力 而且周围正常的细胞 浸润在这类不健康的信号物质里 也会有一些转变成僵尸细胞 于是就有两种方法 要不就清除掉衰老细胞释放的信号物质 要不就把衰老细胞给清除掉 这就是之前两种抗衰老的方案 在这次的实验中 科学家们发现 PCC1在发挥抗衰老作用的时候 如果浓度较低 那主要是第一种方案起到作用 也就是清除衰老细胞分泌的信号物质 如果浓度较高 那就是第二种方案起主要作用 也就是直接清除衰老细胞 第一组实验中 小鼠们被注射癌细胞 患上了严重程度一致的癌症 然后使用PCC1跟化疗药物给他们治疗 结果发现 效果比只用化疗药物要更好 肿瘤的体积 也比只使用化疗药物的小鼠小很多 因为在化疗中 正常细胞也会受严重损伤 再加上肿瘤病变也会产生大量的衰老细胞 于是衰老细胞积累的就很多 而PCC1的注射加快了衰老细胞的清除 这些使用PCC1加化疗药物之后 肿瘤明显变小的小鼠 生存期比使用化疗的小鼠长了48% 第二组实验是用X光照射小鼠 让他们的皮肤细胞和毛囊细胞受损 这个受损主要是细胞内的DNA损伤导致的 照射久了 小鼠就会出现早衰的体毛特征 毛发灰白 没有光泽 四肢无力 步速下降 结果发现注射PCC1的小鼠 在早衰程度上明显减轻了 第三组实验不对小鼠做伤害性的动作 就看他们谁活得长 结果注射了PCC1的小鼠 平均寿命长了9% 这好像没有什么 但对岁数比较大的小鼠 也就是年龄在24到27个月之间的 这些老年的小鼠 这个岁数就相当于是人类 75岁到90岁了 给他们注射PCC1之后 老年小鼠的中位数寿命 延长了64% 而这个结果就比较夸张了 而且这些注射过PCC1的小鼠 步速跟肌肉力量也增强了不少 在寿命延长的同时 测试小鼠的肌肝 肝酶 体重 尿素 和各种免疫指标 都处于健康指标范围内 可以理解为 暂时没有发现副作用 这些都是实验的结果 对于PCC1如何选择性的 只把衰老细胞清除的作用原理呢 文章也做了详细的分析 简单的说就是 在细胞刚刚开始衰老的时候 会出现一种叫做 氧化应激的现象 这种现象里释放的化学信号 会和PCC1一起起作用 破坏那个刚刚衰老的细胞里的 线力体膜上的电位差 线力体是一切细胞的能源提供者 是发动机 而发动机最关键的动力 就来源于膜上的电位差 这个压差没了 细胞就会启动自杀程序 于是衰老细胞就这样被清除掉了 以上就是这个研究的大致情况 下面我们来说说葡萄籽提取物 然后再说说葡萄籽提取物的保健品 是不是出现了疗效 首先这篇文章说了 PCC1是买来的 而供货商是从特定批次的葡萄籽中提取的 也就是说不是特定批次的葡萄 还真不一定能提取出PCC1出来 这跟种植的过程 土壤环境 光照时间 海拔都有关系 我们只要想想 不同批次 不同酒庄的葡萄酒 在价格上的差异 就能体会到 不是特定批次的葡萄 还真不一定能提取出来 这句话的含义了 葡萄酒圈当然包含了很多玄学 但真的去测不同批次 不同品种的葡萄 圆花青素的含量 还真的能差出十几倍 这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要以为 我正好买了葡萄籽提取物 这下能抗衰老了 完全不是这样的 今天市面上 葡萄籽提取物保健品是参差不齐的 差为什么差呢 好又为什么好呢 主要是在这里面的 低聚圆花青素的含量不同 注意啊 必须是低聚圆花青素才有用 单体圆花青素 那当然就属于低聚的圆花青素了 但是它还可以形成二具体 三具体 多具体 二具体的名字很多 有八种 比如说儿查素 表儿查素 儿查素墨石子酸值 表儿查素墨石子酸值等 到了三具体呢 种类跟名称就更多了 今天我们说的PCCE 就是单体圆花青素的三具体 三具体依然是属于低聚圆花青素的范围 为什么要强调低呢 因为只有分子量足够低才能通过细胞膜 只有通过细胞膜才能起到抗衰老的作用 你还记得刚刚我大致说过PCCE的作用原理吗 它是要和细胞内的线粒体膜做互动的 所以不能进入细胞膜就影响不到里面的线粒体 当然当前的保健品市场说葡萄籽提取物好 并不是因为咱们介绍的这个衰老的研究 因为这是一个才刚刚发布的论文 当前葡萄籽保健品宣传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作用 叫做清除自由基和抗衰老 并不是单纯的抗衰老 为什么要这么宣传呢 其实这源于一个早就已经边缘化的衰老理论 今天已经不是主流了 这个旧理论的关键词叫做自由基 简单的说呼吸作用在线粒体内完成 而线粒体是细胞内的发动机 它在工作的时候从外界引入电子 当电子跨越线粒体膜的时候 就借助那个膜上的压叉产生了能量 但实际上呢 电子并不总是能正好被引入线粒体呼吸链中 有的会遗漏出去 生物体虽然也有清除遗漏的机制 但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最终还是会有一小部分电子 从呼吸链中飘出去 没有被清除 这些没有被清除的电子 就在细胞里到处乱结合 结合了之后 有的时候就会引起一些蛋白质的错误折叠 或者RNA DNA的损伤 这就是自由基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而像虾氢素 原花氢素 SOD等等物质呢 能很好地和这些电子结合 去除它的恶劣影响 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衰老研究中 有人拿线虫做实验 发现清除自由基的物质 能让它的寿命延长两倍 所以清除自由基加抗衰老 这个概念组合就这样被提取出来 但后续的实验马上就发现 这个理论的解释力太弱了 线虫的寿命也确实延长了不少 但同样的手段用在果蝇身上 增瘦的效果就变成增加20%了 等在施加道更接近于人类的动物身上 比如说小鼠大鼠猴子身上 就完全观察不到延长寿命的效果了 所以后来的抗氧化保健品 有的只是清除自由基 不再把抗衰老的口号列进去 当你听懂了这个过程就会知道 无论是清除自由基 还是今天介绍的这个实验里的 PCC1的起效原理 都需要特定的化学物质 钻过细胞膜 进入细胞内部才可以完成 而只有分子量足够小的物质 才能做到这一点 今天市场上能买到的葡萄籽提取物 首先是不包含PCC1的 刚才说了 这需要特定批次的葡萄籽来提取 其次 哪怕只是涉及到抗氧化的功能 也极少能够达到 今天质量最好的 买卖做的最诚恳的葡萄籽提取物 大约是这样的配比 90%的多具体形态的葡萄多酚 加10%的单体原化青素 单体原化青素的英文名字叫OPCS 我们经常看到有包装宣传 把牛吹到天上去的 说自己的葡萄籽提取物 是95%的OPCS 实际上呢 那些国际最知名的保健品商 能够从原料商买进的OPCS 最高浓度也只有85% 价格大约是几千块钱一公斤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次的研究 首先能够在自然的子刊上刊登 还是有比较好的学术含金量呢 但这个含金量主要指的是 他们的实验做的比较好 并且找到了PCCE的作用原理 但现实中的葡萄籽提取物 真的没有什么PCCE的成分 甚至连过往几十年里 一直宣传的清除自由机 也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效果 原因我们之前说了 以保健品的价格 是不可能给我们做出 能进入细胞膜的分子的 其次这篇研究中 还有一个利益相关方的声明 就是保健品商 汤臣贝贱赞助了研究 于是哪怕是学术界的人 看了这篇文章 都要更谨慎的对待这样的研究结论 更何况我们这些只能接触到 保健品的普通人了 对于保健品的态度 如果像下面这样做就对了 保健品能做到的最好水平 就是吃了以后对身体无害 哪怕一丁点效果的期待 那都是奢望 如果你真的想吃点什么 实现保健功效 没有任何保健品能赶得上 每天晒晒太阳 吃主鸡蛋 酸奶 加上每天运动